漫才小偉的Podcast 你听得懂吗 你听得懂吗 这个角色很奇怪 拍头的部分 很重要 第二集 我们很有默契 完全没有 太平衡完全不一样 这个算是 健常第一集的感觉 上次的第一集 很开心 上次的很多人看 讲听 很多人说听得懂 有可能听得懂的人而已 才给我们留言 听不懂的朋友请放下 不好意思 没有中文字幕 上次不小心忘记了 谢谢游联席借我们这个空间 谢谢 有可能 大家听得懂的原因是 他们借给我们的记载很好 确实 这个也很棒 那么我们 顺便要宣传一下 他们的活动 对不对 游联席的活动 是 借一下 借我们一下 好 笑死 笑死 你才没有死咧 在5月3号到7月27号 然后在台北 新竹台中高雄都有巡言 耶 欢迎去看游人时代的专场 厉害喔 厉害厉害 台湾人常用的什么什么死 是那个我觉得很有趣的 笑死 可是我连一次也是没有看过真的笑死的人 笑或死的人 死掉的人 这个是很幸福的 死掉的方式 笑死 很恐怖 超级恐怖 这个是我们的高雄艺人来说一个梦想的 让观众笑死 也是我们自己笑死 也是很开心的事情 对不对 我懂你的 可是呢 如果我们专场 154个观众都笑死的话 超级恐怖喔 这个是世界 很危险的世界 真的150个观众 可是我有点讨厌的事情是 有这些年轻人常常跟我们说 我真的笑死了 之类的是那个 不要这个是感想了 你直接笑就OK了 笑死的人是没有笑出来的 懂吗 我超好笑耶 我笑死了 没有听到你的笑声了 确实 不需要那个笑死的感想了 对 我快笑死耶 完全没有笑的这个感觉 在日本的话 这样当然是 还好吧 对 先笑 之后讲游戏还OK 对不对 拜托先笑一下 是是 对对 那个最近我们比较多自己的活动耶 对 高雄的也有耶 前品新店也有耶 是是是 十九年的活动 对 没想到耶 大家 很多人来看我们的表演 很开心 对啊 我们最后成品也是卖 新店成品也是卖完 对 都卖完了 而且来的观众的百分之八十的观众 是第一次来看 对对对 很多的 还有第一次来看现场的漫才的 对 觉得人也很多 所以我每次都觉得 Why 对 为什么 很开心的事情 可是Why 对 因为为什么第一次来看现场漫才 选我们呢 我们是中文最不表准的漫才是 应该是比较划算吧 这个意思是那个去日本看 日本的搞笑艺人的演句的话 级票比较贵 但是在台湾也是可以看到 虽然我们的中文不表准 可是大家也是开开心心看那个什么 不表准外国人很努力表演的样子 可以嘲笑 嘲笑吗 不是吧 应该大家喜欢我们吧 笑死 没有笑 要先笑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 对对对 事情 真的很开心 希望你今年还继续办这种活动 对 这个是19年的 虽然是19年的活动 但是比较特别的内容是 观众可以确定 我们第二个段子 第三个段子 演什么内容 跟观众一起互动的 比较特别的活动 对对 想要继续做这个活动 想要继续做这个活动 到明年 到明年 到明年吗 到19年的概念很难 真的好难哦 你们到底是几号 其实呢 他们还记得吗 我们现在拍这个的 时候真的蛮久年了 今天是4月29号吧 其实我们4月28号来台湾 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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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个屁啊 你也是啊 是啊 那本来那个魏无影 邀请我们 那时候觉得 哇 刚好 那时候开始我们的19年 是是是是 很棒很棒很棒 那但是呢 后来很多人邀请我们是 高雄表演集间的 所以我们讲19年 19年 还没开始19年 有点尴尬 它是集间已经结束了 19年的活动 对对对 今天是我们19年的第二天 20年 所以10年前的 昨天嘛 第一次来到台湾 对 然后那个 我们开始住 林胜北路的 一起住了 那个时候是 我们的青春时代 我们一个人住 然后到我深夜嘛 凌晨3点左右一起聊天 明天呢 我们一起要吃什么 早餐呢 午餐吃什么呢 开开心心的鲜花 可是现在的话 啊 你讲鲜花中 连一句话也是没有聊天啊 有吧 还是有吧 对 我们的感情那么不好吗 你改变了吧 你也是吧 等一下为什么全部都是我嗨的 台湾 我爱你哦 我不喜欢你啊 你们听得懂吗 哈哈哈 对 所以 现在 开始整整的19年 希望今天继续办自己的活动 对吧 是是是 对 要很久耶 那今天的话题是什么 今天是从Po开始的单子 好 谢谢大家给我们很多的问卷 谢谢你 很开心 我看了几个比较有重复的 OK 那谁要先抽 那三目 那我抽的是 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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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癖好是 有点特别奇怪的兴趣吗 对 他想问说两个人分别有什么癖好 或是习惯呢 哦 习惯啊 有耶 你有吗 慢载开始之前 耶 是我的癖好 是癖好吗 这个也算是癖好吗 算 算 算 或者突然开始 对 吓了一跳 我跟三目讲慢载 差不多15 6年 那个 两年前吗 左右突然上台的时候 开始讲耶 是是是 我真的觉得 耶什么耶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 慢载的大家 我们许多年是 大家好 每次慢载小孩 请多多计较 お願いします 耶 呼呼呼 耶耶 对 真的这个癖好 我很喜欢看那个 大家的发呆的表情 所以跟太典 跟那个观众的反应 是一模一样的 现在的话 开开始是那个耶 的人也有 可是一开始的时候 真的 很多的观众朋友 看我真的 发呆的表情 为什么 也是什么意思 吓到了吧 吓到了 对 我很喜欢看这个 这个就是我的癖好 确实很喜欢看观众的表情 是特别奇怪的 很舒服的 不舒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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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呢 真的一开始 OK 很多观众 觉得 看不懂 突然 干嘛 现在蛮多人喜欢这个耶 很多人啊 对 而且你还记得吗 在日本的时候 在日本的时候 我们只喝第一年的时候 也是 我突然讲 Lock and roll 这样的 而且那时候是 我当吐槽 突然开始 Lock and roll 然后 本类的太子是 你修修嘛 或是那个 最好事了 那边的太子 全部都要 Lock and roll 这样 太典修 没有开玩笑 Lock and roll Lock and roll Lock and roll 好恐怖的状况 是地狱耶 对吧 这样的话 腕子比较好耶 对吧 那观众 应该也是大傻眼吧 大傻眼 真的 是什么意思 Lock and roll 然后有些观众 那个给我留言 Lock and roll 是什么意思 这样 对 对 真的很恐怖耶 对 而且本人没那么 对Lock and roll 兴趣耶 这个 丑视的意思也是 我不知道 对 为什么 我也觉得 他们非常喜欢 Lock and roll 摇滚嘛 但人的话 还可以理解 哈哈哈哈 你那么 没有那么喜欢的 没有没有 没有 跟我们差不多一样吧 有可能 比你更没有兴趣 可能 我会弹其他耶 所以比较常听这种音乐 但是我很喜欢看那个 什么 我以前去过 在日本的时候 去过 Lock and roll酒吧 嗯 他们很认真 干杯的时候 也说 Lock and roll 耶 是的 我看他们的时候 很有趣耶 很有趣耶 我也开开心心 跟他们 Lock and roll 耶 然后我也问过那个 这个 Lock and roll 耶的意思是什么 嗯 他们那个 每个人都给我说那个 耶就是耶 Lock and roll 就是Lock and roll 哈哈哈哈哈哈 是啊 对 Don't think feeling 啊 好酷耶 对 跟搞笑一样的 搞笑也是 不要想太多 什么 要feeling的 吐槽最恐怖嘛 啊 对对 因为吐槽的 要好奇 要讲清楚耶 因为讲笑之后 他那个 开玩笑之后的 大家的感想都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那个 我的部分是Lock and roll 所以空白耶 大家想一想 每个人喜欢的吐槽的方式 可以打吐槽 太难了 Lock and roll 耶 这样了 太难了 太难的漫才啊 这个就是Comedy 这个就是艺术 这个就是人生啊 每个人可以 每个人可以选自己的路线啊 对不对 不要讲Lock and roll Lock and roll 这个就是 阿姑娘也是 很难理解吧 可以feeling啊 Lock and roll 可以 Lock and roll 耶 是吗 对 阿姑娘也比较危险 阿姑娘也是比较feeling的人啊 是啊 对 可是没有像Micky长这么严重吧 啊 严重 严重 这个是欠赞我的意思 是哦 是哦 差不多一个人的表演的话 还可以啊 但一起讲漫才的时候 很恐怖耶 是吗 当然啊 啊 那太太太你也有癖好吗 我的癖好 因为癖好的概念有点难耶 因为对自己来说 正常的兴趣 哦 可是别人觉得很奇怪吧 是什么呢 是什么 就是这个感觉吧 所以想一下的话 可能 比较多人觉得有点奇怪的是 我很喜欢日本的城堡 好好好 这个 因为听这个也是阿姑娘不觉得奇怪吧 就会觉得好像日本人会喜欢自己的城堡 好像蛮正常的 其实呢 很少日本人很喜欢日本城堡耶 哦 都不会去研究 对 因为 那山姆 嗯 旅游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什么 嗯 我比较喜欢看大自然 嗯 大自然泡文权 是是是 还有吃美食 是东西 我旅游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 想看哪一个城堡 哦 哦 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我也很理解 这个意思就是 rock'n'roll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吧 所以你也想要感觉到那个城堡的rock'n'roll 不是 复古吧 日本历史跟rock'n'roll完全不一样啊 复古也算是rock'n'roll 是 可是呢 现在的话 越来越理解 我以前的话 比较喜欢看大自然的 原因是那个 感觉到疗愈嘛 可是现在的话 看城堡 然后他特别喜欢洗眼嘛 洗头的样子 他自己想一想啊 为什么他们做 然后 城堡是那个 什么做的人的 老板的欲望 有很多的欲望啊 我年轻的时候 真的讨厌这个欲望的部分 嗯嗯 可是现在的话很能理解 啊 因为我也是长大了 啊 老板的欲望 我都听得懂三母说什么 阿狗讲 看起来听不太懂 比较多日本人喜欢日本的宣伤 我也喜欢宣伤 可是很喜欢城堡 喜欢城堡多 嗯 对 因为这个是他们讲的 人的欲望嘛 看得出来 险下 如果盖城堡呢 是有大 大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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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发现大灾害 或是很多人有症病 那时候真的拜拜 对 为了和平 盖这个 所以完全没有人的欲望 嗯 嗯 可是为什么盖钱包 都是那个武器的欲望 哦 要给大家看我多厉害 哦 我有很多钱哦 有很大的地方哦 所以我才可以盖到这个 可是 可是 这个是阿狗讲的感觉 对 因为 前面听到 我很喜欢日本的城堡 阿狗讲也刚刚说 日本人喜欢宣伤 OK吧 我没想到会用这个角度切入城堡 对 所以应该比较特别的 嗯 可是这个感觉 人盖的东西 为了自己盖的东西 才有那个魅力 的感觉 对 因为想给大家看到自己多厉害 可是另外一个方面 是因为很多钱包 是江湖时代盖的 那时候最厉害的是那个德川他们吧 嗯 所以呢如果自己盖超级厉害的钱包的话 他们会嫌弃 嗯 哦你觉得 你们那么厉害 比我们厉害的意思吗 所以呢要想一下 很多那个百姓嘛 百姓看的时候觉得好厉害 可是那个德川看的时候 还可以接受的程度 嗯 对 所以呢真的认真看城堡的话 有很多这种的部分 那欧达山有最喜欢哪几个城堡吗 最喜欢很难 可是 我最喜欢是那个熊本城 我去看 可以吧 去看城堡的时候 一个重点是 那个 住那里的南地人 都喜欢那个城堡 哦 对 因为大家很喜欢的话 大家很 好好保护那个城堡 爱自己地方的历史 因为熊本 很喜欢 熊本 对对对 熊本 因为在熊本最有名的东西是什么 熊本熊 没错 熊本吧 所以呢熊本 不管哪里都看得到熊本熊 嗯 可是呢 去了熊本城 就没有熊本熊 熊本城里面没有熊本 对对对 这个很难 超级的你讲中文的话 所以 都是传说到前路的意思 不是不是不是 对 因为他是老高 不是老高啊 我不是老高啊 这样的话 然后你们知道嘛 熊本熊啊 熊本熊跟那个其他的吉祥物的呢 休息室是不一样的 对 其他的吉祥物的话 那个三个吉祥物同样的休息室 可是熊本熊的话 他一个人 对 真的 他的地位比较高吗 上次我们跟那个熊本熊 还有其他的吉祥物 一起表演的时候 我们跟那个其他的吉祥物的 休息室是一样的 可是熊本熊的话 他一个人的 对 他是大明星 对 所以真的 熊本的人 超级爱熊本城 所以我问一下那个熊本的人 我想看 这里 怎么去的时候 他们真的很开开心心 告诉我 怎么去怎么去怎么去 对 而且那个 这个很难耶 今天讲的话 真的没讲完 他一点不好意思 跟癖好怎么关系 现在我们聊的话题是癖好 所以这个感觉吧 因为一开始大家听 我很喜欢钱包的时候 大家觉得还好 可是 超级喜欢的话 变成癖好的感觉 不用知道很多事 有心就来去看一下熊本城 大大商推荐 推荐 大推荐的 阿古家有癖好吗 不想讲的感觉 不想讲的感觉 癖好 有很多小小很无聊的癖好 可以 可以 就像是 我很喜欢那个 瓦斯桶的瓦斯味 蛤 我每次经过早餐店的时候 都会觉得 我要多 我要走慢一点 我要闻那个瓦斯 这个 可以讲吗 这个是吸毒的人 有点危险 有办法吗 是 可是 那个瓦斯也是 故意加味道 对不对 本来没有味道的 我是不是可以买到那个味道 哦 这样讲的话 好好好 买的话真的是毒品吧 不算吗 只是像香水的感觉 所以你也吃过吗 所以阿古家 自己的 喜欢自己的 心底的 味道是这个 嗯 房间的某一个角落 有这个味道的话 我觉得很疗愈 哇 疗愈耶 我知道 对 纳豆的味道 跟脚底的味道 或是那个 香港酒的味道 是呢 有一点像 所以我很喜欢吃纳豆 所以有可能 一边吃那个 知道吗 角落底的味道 一边吃白饭也是 我可以接受 不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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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也可以选 哦 谁的角落底的味 啊 可是 对 还是有一点像的味道 对 纳豆的重点 不是闻的味道吧 对 还是有啊 吃的味道 很好吃 如果那个纳豆 完全没有味道的话 它不算是纳豆 对不对 其他的 东西也OK 秋葵吗 秋葵 秋葵也是有黏黏吧 秋葵跟纳豆的最大的差别是 还是这个味道 对不对 哈哈 吃的吗 所以我觉得呢 一边吃秋葵 一边闻那个角落底的味道 然后吃白饭的话 刚刚好的 没有吧 也不是纳豆吧 我觉得完全没有那个闻的味道的纳豆 咖啡色 你要听 所以角落底的那个咖啡色的颜色也是比较重要的 啊 啊 角落底的 差不多吧 是那个口感是有点像 可是味道完全不一样吧 所以味道是那个脚底的 这是温的吧 温的味道也是我觉得脚底跟纳豆不一样啊 嗨的那种完全听不懂 为什么 听得懂吗 听不懂啊 你讲的也听不懂啊 是啊 可是呢 有很多人那个觉得癖好 呃 这个是那个对日本人来说 呃 癖好是一个兴趣跟有一点不一样吗 癖好跟兴趣 不太一样 有点特别的习惯吗 嗯 啊 习惯吗 所以我觉得我的癖好是什么什么 开开心心讲这个的 我觉得不算是癖好的感觉 好像有一点害羞的感觉 对 因为那个 我刚刚认真讲全部的事 你们的表情很奇怪 这个才是癖好的感觉 吗 这个是那个不是那个 什么聊天聊很久之类的 不是吧 不是吧 Micky嫂我没有这样讲 是是是 再一题 那带我说一下 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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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想问说来台湾之后 有印象深刻被骗的故事吗 啊 这个不是骗子 可是我有一点误会了 因为来到台湾之后 我们完全听不懂中文 所以我去菜市场买东西 有一个老板呢 老板娘陶渊女一直跟我说 我本来想要买一个小菜 可是他那个给我两个 然后那个再多一个 我一直跟他说不用 不用一个就好不用 但是那个 对日本人来说 那个 你们讲的 尤其是菜市场的老板娘的中文 是太强烈的样子 嗯 他们那个一直讲那个什么 送给你送给你 结果是他一直讲 买一送一给你service的 买一送一是 在日本的话不多 哦 这样的service 呃 所以 我一直那个拒绝也是很奇怪 可是 刚来台湾的时候的话 有一点怕 你们讲的中文 所以 我误会了 你们都是骗人的样子 因为中文的官司 嗯 对 很多人误会 所以第一次来台湾观光 观光的日本人也是这样 觉得人比较多 听不懂的话 听起来中文是比较强烈 台湾人太贴心 太热情 太亲切 所以 很多日本人大误会 那么 对我亲切的人 全部都是骗人 哦 为什么那么亲切呢 之类的 送给你哦 之类的 买一送一我的话 那为什么 再多送给我呢 那一定有原因 理由吧 这样 确实 应该观光客 迷路的时候 有很多台湾的人 那有带路 可以带路哦 那说 去哪里呀 去危险的地方吗 那这应该有 嗯嗯嗯嗯嗯 那应该我们最多片的部分 是假装听得懂中文吧 哦 因为这个难道不是骗子 而已的 关系 一开始听不懂 也真的 一直继续听的话 渐渐理解 应该他想说什么 哦 对这个很文献的 听一句话 每次被问 你听得懂吗 你听得懂吗 比较麻烦 真的听不懂 可是听一分钟 两分钟之后 真的啊 这个意思耶 OK OK 因为有很多日文跟中文 一样的汉字 应该是这个汉字 听不懂 也是猜到 应该这个汉字的 发音是这个 OK 之后全部都理解 什么意思 而且阿国长也是 难理解吧 我们讲的中文里面 每次都 发音不标准的 每次都 一样的地方的 声调呢 不一样的 讲错的部分是 阿国长也是 已经习惯听 对 所以我们那个 因为我们的中文 听不好多 不是呢 阿国长的听力 进步好多而已 还有片子 有一个 吸取的那个 因为很多台湾人 跟我说 太太你学打麻将 就可以学到很多笑话 笑点 笑话 因为打麻将的时候 很多人讲很有趣的事 而且花很多时间 对对对对 所以我那个学一下 打麻将 结果很多那个 奥基商 说的是 那个 丢牌的时候 讲很多的事 那 西牌吗 西 西的时候说 假赛 嗯 还有那个 白的时候说 停车场 啊 嗯 哦 好无聊耶 好无聊 好尴尬 别骗人 太奇怪 没有帮助哦 对对对对 不要学这个 这个 这个跟早餐店的笑话 是差不多的程度 没有 早餐店的笑话 再好一点 我也觉得 啊 那个鸟 鸟牌的时候 鸟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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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打麻将 一边讲这样的人笑话 所以 大家那个开开心心 而且没有那么认真听 所以有效果 对应该是 应该 还是我 常认真学这个笑话 所以我认真听 他刚刚讲是 停车场 这个有趣吗 台湾人喜欢那样的笑话吗 的感觉 那我们下一个是 三慕神的代言 耶 耶 耶 那么来回答观众的问题 这个是梁淑宇 他问说 Micky上对 欧达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哦 这个是一直以来没有改变的 当然吧 第一印象耶 所以第一印象到现在是 一样的 是是是 是是 好可爱哦 噢 噁心啊 没有吧 好可爱的 骗人啊 这个是骗子 哪里可爱哪里可爱 全部 说全部的咧 找不到他的优点 没有啊 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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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个屁啊 啊 可是 在日本的第一 第一印象嘛 对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 他的印象是 呃 因为他的身高很高的 啊 那么这样的 然后他穿红红色的衣服 然后 他是我的前辈的 啊 搞笑艺人的啊 义迪嘛 Gerek 义迪 应该怎么讲 嗯 嗯 当搞笑艺人的 年龄 经验 其实也比较多 嗯 艺利对吧 艺利 台湾人听得懂艺利吗 我讲听不懂 艺利是应该利用我 嗯 大概是这样啦 啊 所以前辈 对 嗯 嗯 所以他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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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利 你一定要做这个路线比较好 然后 呃 你的笑点是不对哦 虽然你喜欢这个笑点 但是 不一定观众喜欢不喜欢 这个部分你一定要考虑一下哦 太巧了 这个是Micky的声音 对啊 对 很像Micky 现在 Micky给你建议的话 一定要听啊 他是最厉害的人 你老实的话我要听 但是 太甜了 太甜了 我 这么高哦 是是是是 啊 太夸张了啦 啊 啊 我也没有自行吐槽参谋耶 什么意思 没有这样吧 真的是Micky吗 可能真的这样高耶 嗯 啊 来到 呃 我们来到台湾之后 他也是改变多了 因为 台湾的漫才是里面 他算是他最大的前辈 啊 啊 对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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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呃 呃 呃 嗯 我应该当高校艺人 现在是第二十年 噢 按 我想应该是八七年的 所以 呃 如果那个腺高没有改变的话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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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是你是那个 她看得肚蚤 可是你的渡走点是那个 不一定大家喜欢的渡走点 要考虑一下哦 稍不稍 等一下 我不是这个原因变成那个声音比低 我老了 所以声音比较低 对吧 还算是我的声音是高一点吧 高一点 比一本 而且我们之前搭计程车的时候 那个计程车司机有直接说 欧巴桑的声音 很像欧巴桑的声音 欧巴桑啊 不是欧巴桑啊 欧巴桑 女生还可以接受 欧巴桑啊 确实 我年轻的时候在家里接电话 很多人误会 我妈妈还是姐姐 还是因为 应该台湾人也一样吧 女生妈妈 特别是接电话的时候 声音特别高吧 对吧 你在干嘛 喂 这样的感觉吧 但我是男生 所以没有特别 喜欢这个声音 我自然的声音 就是跟妈妈的那样的声音 一样高 嗯 我对台湾的第一印象是 卡哇伊奥巴桑 完全不是吧 结面的时候还觉得欧巴桑的话很奇怪 到现在没改变了 要改啊 普通的老师比较好啊 笑什么笑 好那第二个问题 好那第二个问题 Mona桑问说 请问世界上有外星人吗 外星人的问题 你们觉得如何呢 有没有外星人 这个是我先给大家答案 有 有 可是看不到的 看不到 是是是是 这个房间里面也有很多的外星人 可是这个是我们看不到的 我们对外星人的印象是 例如绿色或是紫色的 这个是外星人的印象 可是我告诉你 外星人是透明的 不是透明的 可是看不到 不是看不到 可是哪一个 Mona桑已经想好了 对 有存在 不是没有存在的 什么什么 而且那个是听起来是鬼啊 这鬼跟外星人不一样吗 鬼 外星人 妖怪 全部都是人类的 常常力做的东西 外星人不是这样的 这个是比较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欢迎来我家 我可以跟你聊 差不多 差不多三天左右 一起聊外星人 太久了吧 对 这个比较 你 看到过外星人吗 没有 外星人 有 什么意思 你就是外星人 有耶 从哪里来啊 我是从三种来 台湾人 是日本人 所以我们的想象里面中的东西 不是全部都百分之百正的东西 对不对 确实 因为那个恐龙也是吧 因为很多人有恐龙的印象 那个是全部都是人类想的 恐龙是油啊 对 油啊 油是油啊 可是因为他们的皮肤的颜色 这种全部都是想象而已 因为那个看到的是那个骨头而已 对 不是 恐龙是这样的颜色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很有趣的 有趣的屁啊 不是这样吗 恐龙是这样的皮肤 是 为什么 叫声也是 因为你没有看过 Jurassic Park 或是ガジラ吗 有啊 有看过 这个就是恐龙 那个就是人类想象的东西吧 好笑哦 好笑个屁啊 什么意思 是OK吗 这样吗 平常是这样OK吗 可以 可能要问Mona桑觉得不OK 哈哈哈哈 这样她有得到她想要的答案 哈哈哈哈 OK 谢谢大家 有 还听到人吗 大家听到吗 我想不还是可以帮我很多的部分 剪掉 剪掉一下 对 那接下来是 从 MU 开头的 对 应该我们在IG在发 对我们一样会在 曼财少爷的IG上面发现实动态 问大家有没有什么MU开头的单子 OK 还有YouTube的留言也应该可以 哦 好啊 留言给我们也OK 然后希望可以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是这个单子 对对这个很重要 我们想理解 大家想知道的原因是什么 OK 那接下来是MU 还有三木选的单元 所以如果有问 想问三木选的问题的话 这个也 欢迎 欢迎 每个礼拜五吗 晚上 我们的漫载小偉的YouTube里面 播出 这个 Podcast的影片 Podcast的影片 那大家下礼拜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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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ker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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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吗 好了吗 这个Yeah的部分都不用使用了 嗯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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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